哈囉大家好,我是飛鷹 今天是4月6號 相信有在看我影片的觀眾 應該都知道我是做運財喜家的 當初我拍了不少跟運財介紹相關的影片 那我知道後來還是會有在研究運財 那我最近在開運財的時候 突然想到一件事 如果我一直都買同一支隊伍的話 我到底會不會賺錢呢? 那我就決定從今天開始 都買同一支隊伍,連續買30天 看看說到底會不會賺錢 那這次我買的是籃網隊 這支球隊是屬於NBA的球隊 如果沒有在看NBA的朋友可能會不知道 但這支球隊被說是今年度最熱門的多冠球隊之一 我就想說這種球隊買了應該要賺錢了吧 所以這次我就拿這支球隊來實測30天 看看說到底會不會賺錢 那接下來我們就馬上進入我們的實測紀錄環節吧 有 這次我們使用的網站是之前影片中介紹過的玩運財 這時一定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不要用台灣運財就好了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台灣運財大部分都是要創關的 為了確保這是單一球隊的數據 所以才使用玩運財來進行投注 不瞭解這個網站的朋友 歡迎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先進行觀看啦 我們先點進來投注區 這次的實測我預計每次的投注量都是500 並且都是買讓分盤 今天的投注單在這裡 不太好 第一天就虧了500 唉 但沒關係啊 相信兩網還是有機會的好不好 接下來我會按照日期 把我的投注紀錄截圖給各位看 最後再算出確切的金額 那就讓我們開始紀錄我們的30天投注大挑戰吧 好 那今天是5月7號 距離我們上次的紀錄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個月了 在我們這個一個月裡面呢 總共我們的藍王隊打了16場的比賽 這個收益算下來 大概就是付200多塊到300塊 好像也沒有到很誇張吧 但是算下來 就才是付的 不管它配錢都不是好事 但是這一段時間裡面呢 我們的隊伍出現了很多的傷兵狀況 就是原本預計 可以撐起整個隊的中鋒 在打了三場比賽之後 就退役了 因為他的心臟問題 或是號稱全聯盟得分王的控球後衛 我們的James Harden 也因為腳踏傷勢 所以開始出現傷兵狀況 那剩下的隊員都是打打停停啊 始終沒有今天看到我想看到的那種 五個全明星球員一起打球狀況 當然大家也知道 比賽就是有這個狀況 傷兵也是比賽的一部分 本來顧好自己身體就是 一個運動員的義務 所以我們也沒什麼好講 就是尊重比賽狀況 然後也希望這些球員之後 可以再成功的回到場上 總體來講我們這次是小賠一點啦 大概可能就是輸水 我們輸水定義就是說 我們可能賠掉就是一個價差 因為我們賠的話是賠500 但我們賺的話就賺400多 那總體下來大概就真的是輸水 應該是差不多啦 那這個結果我個人是可以接受了 之後有機會我們再試試其他的投注策略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對於運財有限的朋友會有幫助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幫我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頻道喔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會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思緒我的粉絲專員 跟我自己討論 我是飛 我們下次見 掰掰